爬州港澳客运码头首航仪式5月4日在广州举行 当天上午10点半左右 海珠湖号碳纤维高速客船鸣笛起航 缓缓驶离岸边 标志着广州中心城区唯一的水上跨境口岸 正式投入命运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航仪式上视频致辞 他表示 连接广州市中心和香港市区中心的水上高速客运航线的正式开通 将成为具有标志性的大湾区水上跨境新服务 新航线既能发挥香港国际航空网络广阔的独特优势 也能助力广州会的进一步国际化 促进大湾区的整体发展和竞争力 我有信心 岁港两地在交通、经济、人文交流等方面 都继续加强合作 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打开新篇章 爬州港澳客运码头分两期线设 首期开通爬州港澳客运码头 往返香港中港城码头和香港国际机场两条航线 投入海珠湖、海珠湾碳纤维高速客船运营 全程约两小时 将进一步缩短越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通达时间 助推大湾区加快构建现代化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我们想去香港 我们觉得这个爬州口岸非常方便 搭地铁就过来 所以非常好 可能是一个新尝试 如果它买票方便我都会的 价钱呢 如果高铁给你看你的目的地和目的地来这里 你的目的地去到中港城 我回到家的方便 跟我们处理的 据介绍 跨境出行的旅客可在爬州港澳客运码头 直接办理国际航空公司航班直击和行李托运 享受广州直击香港登机的一站式海天连运出行服务 接下来 爬州港澳客运码头还将增开澳门航线 进一步填补广州中心城区 到港澳水上高速客运航线的空白 咱们这次首航就有一个提醒 内地旅客如果乘坐爬州口岸至中港城航线的 需要持有船票 有效的往来港澳通行证 有效的赴港签注 或者其他出入境证件进行通关 如果是乘坐海天连运航线前往香港国际机场的 需要持有船票 机票 护照 或者其他的旅行证件 以及所到目的地的有效签证 等证明文件通关 旅客朋友们呢 也可以提前在票物点 或者是在网上了解咱们班次的详细信息 合理规划一个行程 提前出行